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香港的饮食业含入冰封之際 今次终于要来一次真正的反击了 这次的反击强而有力 究竟今次的反击又会不会成功呢 今次的反击真的可以说是空前绝口了 由一间的放题餐厅 用了一口连深圳都做不到的价钱 就可以给你任饮任食了 这口价是港币68元 究竟这口价又会有些什么吃呢 而这一间的放题餐厅又位于哪里 马家猫现在就去到现场 哇 开完岛 这一道好多人的哦 进去会有段时间都含出来 今次马家猫来到的这一间餐厅呢 就是位于观塘广场15楼的这一间校长烧肉 哎呀 这一间的餐厅 就算你没吃过 应该都听过它的名字了吧 要拍到这一段反攻深圳 六十八元的烧肉自助餐呢 马家猫在这里都要多谢校长烧肉 赞助你一段片的播出 今次的反攻深圳策略呢 就有两个餐牵头作战的 第一个餐呢 就是平民餐 用六十八元这个极价钱 就可以任食六十分钟啦 你不要以为啊 这一口价 正是星期一至五才有啊 其实星期一至日 日日1.9开始 下午茶时段都有供应 如果你人又比较小吃 哎呀 又窮窮点的话呢 不要想了 就吃这一个餐啦 里面呢 就会有一碟肉的 另外 就会有自助吧里面的东西 给你任饮任食 六十八元 那个就是平民餐啦 如果你又不是小吃 你是暴食怪的话呢 那怎么办呢 不要紧 餐厅还有个八十八元的 这个暴食餐 给了你一口价呢 就会由下午1.9到5点 这一段时间里面 给你任食三个小时的啦 哇 今次的肚子真的会爆啦 六十八元那个餐呢 肉就只会一碟的 你给多二十元 八十八元这个餐呢 全部那些烧肉啊 烧肉的配料 吃到你爆肚都可以啊 全部放在这里 给你任食 连大家都很紧张的那些啤酒 这个餐都是无限任喝的 哇 这一口价 究竟可不可以反攻到深圳成功呢 大家一起看一下 究竟里面有什么吃啦 那 餐就有两个啦 现在首先看的 就是看最便宜的那个餐先啦 看六十八元那个餐先 看看这个餐究竟有什么吃 这个餐呢 烧肉就只会一碟的 所以呢 就不要鬼离它啦 进来之后呢 快快走到一个自俗区那里 拿些食回进去啦 这一口价呢 其实全部冰箱里面的非酒蒸饮品 已经是全部喝喝的啦 而食方面呢 告诉你 有山珍海味吃 你信不信呢 其实没有啦 山珍海味呢 就没有啦 你远来到这里呢 自俗区的食物 就等于去了一个豪华的大食会 哇 这里的车厘茄都会任拿的喔 如果我吃着六十八元那个餐的话呢 我就在这里拿一堆的车厘茄回去 丢到火炉里面 那我就烧车厘茄吃咯 以为六十八元那个餐 自俗区都不会有很多食物啦 但是这里呢 寿司都可以吃的喔 糟了 军堂广场地下 有一家珍鲜的嘛 那些人 会不会上来这里吃 不在珍鲜买寿司呢 珍鲜的店长呢 看完之后呢 不知道会不会生气的呢 到时呢 再反击校长烧肉 寿司 全部买两元一块 石萌你呀 两元一块 不要想那么多啦 看看这里还有什么吃好 这里呢 看到Chinese style 里面看真的就是点心 咦 旁边还有一个欧洲style的喔 那欧洲style 一会儿又会看到些什么呢 看看点心先啦 就有些粉果 还有些小笼包 平时你去点心放题 不停滑 不停吃别人的虾饺 今天就没了 但是这里呢 今天就有烧米 哇 圆形一个个放在这里 难道这些是盒蛋 打开去看看呢 里面是碗仔翅 Kia 安全 不要你那些盒蛋头住啦 最重要呢 去看回欧洲style 看看究竟是有些什么的食物 喔 pizza 意大利人的食物啊 哇 旁边呢 还有薯条 英国人呢 就最喜欢吃这些fish and chip 薯条 是他们发明的吧 圆形那一粒呢 就是榴莲波波来的 榴莲呢 欧洲人 应该不吃吧 欧洲人吃到榴莲的话 应该掩住口 好 马上吐 欧洲就去完了 欧洲人的食物呢 又真是好吃一点的 pizza薯条那些 适合口味一点嘛 零分转头 就会见到这个的热食区 热食区里面呢 其实都是炒麵饭 和菜这样的东西来啦 你吃完日本仔东西 再吃了欧洲东西 翻去再烧自己的碟肉 都不饱了 才出来吃这些东西啦 非酒蒸饮品呢 就任拿的 猪马的猫都不客气啦 拿了这一堆其的饮品回来 沙士这些东西啦 平时很少会自己买来喝的嘛 来到这些地方竟然有得喝 很多人都觉得 喝沙士就等于喝一罐铁打酒落土 喝完铁打酒落土都没事 几袋都试下啦 拿完食物回来之后呢 我们的碟肉都来了 一个呢 就是猪扒和猪五花 另一个呢 就是鸡扒配鸡翼 这两份东西其实都是68元而已 如果你两个人来的话呢 都不用想那么多啦 一人叫一份68元 那就可以咯 这里啊 还有这些餐78元的 不过呢 你叫78元那些餐 你不如叫88元那个捕食餐 这里的玩法呢 要不就吃最便宜 要不就来捕食 没有中间的 如果你吃68元这个餐呢 其实时间就只会得60分钟的 所以呢 都不要走出走入 走那么多次啦 一次过呢 拿了你要拿的熟食回来 就好像马鸡猫 现在这样 当你走得好快呀 跑啦 走出走入 一出一入 一分钟都要了吧 那你又被人减了一分钟啦 有欧洲的朋友 带他来这里一起吃的话呢 记得给他这个榴莲波波呀 一咬下去呢 就爆了榴莲漿出来 在他口里揉揉揉揉 不知他有什么反应呢 他呀 肯定立刻要拿东西去揉揉揉 好了 这个的时候呢 你就放一罐沙士给他 吃完榴莲之后 用沙士懶口了 哇 是不是这么恶心啊 这样笑人 如果你带来那个不是欧洲人 是日本妹的话呢 哎呀 你就拿一个寿司给他吃咯 顺便还可以吃豆腐 寿司啊 披萨啊 那些就有分国籍而已 这些沙律菜了 就应该世界大同了 各个国家都会吃这些东西 哇 这里原来有菠萝 用上次牛角那一招 在这里烧菠萝 马鸡猫同吃吃马鸡猫了 就叫做鸡扒鸡翼和猪扒那样 这些东西都挺厚的嘛 放在脑子里 扭它慢慢烧熟它 不要理它了 放得那么顺利 这些这么厚的肉 始终都会熟的 到米意诚吹的时候了 哇 刚才你见不见到啊 这鸡翼呢 弹一下弹一下 好像吃肉那样的 野食就烧好了 拿回来放在碟里慢慢吃 除了肉之外呢 这一碟这样的配菜 还会有些鸡腿菇 脆肉瓜 还有些菜给你 吃完烧肉 喝完碗仔翅之后呢 六十八元这个餐还没完的 走出去 弄自己喜欢吃的甜品 这边似乎呢 就弄了一些台式甜品的 什么地方呢 马鸡猫通常拿得最多的呢 就是拿上别人的西米 之后呢 就拿好多好多好多的花奶 泡住它 这样呢 就会弄出一个奶腿出来啦 这一碗这样的奶腿呢 就要考虑创意的 如果你没有什么创意 又或者很懒的话呢 你就去到一个甜品柜那里 拿一些就这样即拿即食的甜品啦 青啤啤啤又纸纸的那些呢 啫喱来的而已 啫喱就留给那些小孩吃 不要跟那些小孩搅 大人呢 吃些有个大致的甜品啦 大菜糕 除了大菜糕之外呢 有一样的甜品 都是大人吃的 就是这个木瓜鲜奶奶冻啦 这些呢 有些大人 想变大的话呢 就会吃这些这样的东西的啦 吃木瓜鲜奶就变大人啦 马鸡猫呢 都不用吃那么多了 所以吃这个呢 榴莲布天就算数 如果你是吃68元那个餐的话呢 吃到这里吃甜品的话呢 时间就应该已经差不多啦 不过呢 如果你肯给多20元的话 整件事就不同敢说法啦 这个餐呢 足足可以给你吃足三个钟头的 你日后睡醒就立刻下来吃 吃完晚上回到家啦 晚饭又不用吃啦 一日一餐搞定 这个88元的布食餐 究竟有什么的分别呢 除了个时间多很多 松动很多之外呢 这里现在见到所有的烧烤配料 全部都是可以任拿任吃 你升级了这个餐的话呢 就真的有这些的烧菠萝萝啦 不用在沙拉那里呢 好像马鸡猫那样 偷人家的菠萝 就去烧 老罐头菠萝就去烧呢 好惨的嘛 虽然烧完呢 都是有汁 但是怎样够这些的烧菠萝多汁呢 如果啊 你是一个高级食肉兽的话呢 来到这里 你应该可以整顿整顿肉这样吞入肚的 但是马鸡猫和瘠性马鸡猫呢 低级食肉兽来的嘛 肉就吃不到几多的啦 免得一瞬间反戳出来 但是鱼呢 就可以吃多些 又吃一下秋刀鱼呀 又吃一下这些的鱼柳 88元任吃这一口价 你又猜一下啦 这里有没有和牛吃呢 傻的吗 就没有啦 这里吃的肉呢 跟平时你寒烧吃的肉 又或者你去烧夜吃的肉呢 其实都是大同小异 不过 衰点这么想啦 如果你吃了几盆肉的话呢 拿着88元这个价钱 去街铺都买不到你吃的肉啦 那究竟这里88元还可以吃什么肉呢 尽管给你看下 88元捕食餐的另一个分别呢 就是可以在冰箱里面 拿你一点的啤酒喝啦 不过呢 日光日白 记住呀 不要喝到吐呀 这个捕食餐呢 差不多就有三个小时的时间 让你在这里慢慢吃啦 所以拿东西呢 都不用这么心急的 吃多少 就拿多少啦 不要把东西都放在这里 浪费了 如果加了钱 叫了这个捕食餐的话呢 马鸡猫吃的时候 都会转变策略 自作区里面的食物呢 就不会拿那么多的啦 主力呢 就拿多一些 这些烧肉回来烧 还要拿小它那些 贵一点的烧肉 金沙骨呀 叉烧 鸡翅呀 牛肉 这些东西 拿多一些 回来烧呀 吃到它十只八只 肚子鸡翅呢 那些贵也在这里啦 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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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淡仔都生气了啦 这些被人割了下来的韭菜呢 就算啦 我一调回来 整饰整水 那就算了 这盆肉 这样烧完出来呢 又好像吸引过 68元的盆肉 很多呀 这一餐 吃到你这一道 又吃饱了 如果给你 来到这一道的话 你会吃68元 那个一碟套餐 还是吃88元 那个捕食餐呢 68元那个餐呢 应该就是 全港最便宜的自助餐来的啦 88元那个餐咯 就可以无限任食咯 究竟这一次 反攻深圳 又会不会成功呢 而你 来到的话 又会吃哪一个餐呢 记得留言 告诉马甲猫子呀 赞这条片 分享给你 喜欢吃烧肉 和自助餐的朋友 我们下条片要再见的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